好,那么我们的项目是MIS GPU 是一个连接GPU和开发者的共享AI计算平台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的学校实验室去做属研的时候 做深度学习相关,然后就发现了 因为其实是我们中大的实验室 它也是GPU服务器很缺 然后后来我们就调研了全国的高校 包括AI企业FIT 同样也是GPU采布的成本会很高 如果利用率没到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觉得采购并不划算 而且这个服务器 它配置相关的环境会很繁琐的耗时 所以在AI科研和一些相关开发中 上面就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同时我们也发现 社会上有些其他行业 他们GPU可能比较过剩 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特别是一些区块链挖矿的 他们可能收一下这样的法律原因以后 就会逐渐放弃了挖矿 然后所有的GPU 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想要通过 共享GPU 然后那些手上有空闲的去提供收入 也就是说 它基础把简直的GPU放在我们平台上 就可以获得出现的收益 这些技术目前我们是有一些 以前区块链的矿工 包括现在淘宝等其他地方 一些小规模的GPU提供商 也都收到我们的平台来 已经有好几家了 然后那么用户就可以去按机型的时间 去付费出用这些GPU 然后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在GPU之外 叫做AI计算服务 是因为我们想要尽量提供预装软件 或通过我们技术研发 所以不仅仅是GPU 而是叫做AI训练 AI计算 这些用户目前比例最大的 就是高效的实验室了 中小AI企业也是有一些的 包括有一家还是国企 他们都是核心业务 其实不是AI 但他们会涉及到AI 所以他们不像那些 特别厉害的AI创业公司那样 他们可能在这方面 并不愿意自己大规模的采购 所以会选择这种云GPU 还有其他一些学习者 竞赛的等等 所以我们就想提供 简单应用这么一种AI计算服务 去降低AI研发的成本 我们这个模式就和Airbnb的 共享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也是去提供了一个 微信在日门的AI行业 去提供开发的工具 算力 我们的增长数据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是去年上线 然后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增长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尝试 自己去斜转玩 去催谎 然后效果就非常的好 还转正上去不热收 所以就获得了 四个月的六千多用户里面 有三千是直接出社的 剩下三千多就是老用户邀请的 所以这种力变效果也很好 我们营业为就是一路上升 主要是靠后来的 一开始个人用户多 逐渐转向了实验室客户 和企业客户 所以客单价我们就越来越高 同时营业额也提高了 这是我们所去计算的市场规模 我们去调研一些相关的行业研告 然后整个AI服务器市场是从全球的去估算比例 中国大概只有160多亿 然后最后到我们这块细分市场 这个两亿是我们去估算了 包括企业研发的 还有那些论文等等的需求 从下之上的去算出来 这一块每年可能会有两亿的规模 只是我们目前做的细分市场 就有这么大的功能 然后在我们对于市面上的竞品 都是比较关注 然后这些云基山巨头 其实跟我们的差异化是挺大的 我们会避开他们的竞争 然后他们的那种低延迟 然后适合那种模型部署 然后他们如果是做训练的话 价格会比我们高很多 所以很多用户就不选择这些 云基山巨头的 而选择用我们的去做模型训练 然后到部署这个步骤 再去找这些云基山巨头 所以刚好是相当于我们 是做在他们的上游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斜面向 定位更低端的竞争对手 他们全是区块链矿 整个就是搞区块链的 然后他们整个由于研发之类 都还算比较落后的 所以目前的体现是很不稳定 它价格是最低 所以一些非常价格敏感的 牛户会选择他们 然后这一块是一些 跟我们比较直接竞争的 目前对直接竞争的 其实就是这个举世运 他们最早也是以前 区块链的一些 挖矿的矿机转过来的 然后他们现在就跟我们 类似算是在使用 开源向的那种解决方案 然后大家都是起步的阶段 那我们现在 我们根据时云等 这几家的区列也在于 由于我们是会有了共享模式 所以我们增长别人快很多 他们全是靠自己采购 然后呢 经常会出现公布应求 那采购没有跟上的情况 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上 也是用户评价都会更好一些 因为更提醒他们实际训练的场景 而不是说给你一个GPU服务器 你自己去用 自己去把它给配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打算 尽快去做好AI训练这一块的市场 然后避开这些做部署的 或者做机架的竞争 而说是国外这几家 我觉得它相当于是说明了 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 国外这两家 像Peperspace 它是入选了YC的 YC2015 它们做的就是 比那些云基酸巨头 提供了更接近AI训练的服务 用户只要有代码 马上可以开始训练 不用配置 所以这个模式在国外是已经得到验证的 而且它们是可以和那些巨头共存 巨头提供 继续提供的服务 而这两家公司继续获得了很大的规模 都是有千万美元的融资 可以做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参考方向 我们现在是做到了这样的水平 基本上是提供了预先配置好的环境 然后提升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尽可能由于有很多用户 还是不太懂配置 无计可能为它去配置好 以及提供在线版 或者我们是可以按时间计费 用户可以随时暂停保留数据再继续 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些截图 已经试用过了 然后版本的演技的话 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在很快速的迭代 用户的反馈 包括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也都是自己有在去研究 商业模式的目前是 我们从7月份开始是有10%的抽成的 也就是说已经今天开始盈利了 然后如果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一些基础的运营数据来看 其实这个利润率是很可观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通过制营 来外用户提供更稳定的服务 而且利润率也会更高 目前的数据上看是能达到平均年80%左右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想去寻求天使轮的融资 刚才您也说到了 PREANGEL的投资模式会有所不同 所以也想再听听您对此方面的介绍吧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一方面是继续做好营收的增长 然后同时客户上还是专注于高课单价的用户 包括那些能报销的高效实验室 还有更加学面向企业 然后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AI训练的PAAS平台 然后基础上我们是有这么些目标 目前的开源项目也就是我们技能就有同样在用的 它还是有很多缺陷的 所以这些研发其实能做到 只是开源项目没有实现 而且已经知道了大概的技术方向 只要花时间以及能去 如果有自己去招聘的话 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完成了这些功能以后 比如说对GPU的切换等等 你就会尽可能的提高了GPU的利用率 而且会比技能对手要高很多 同时还能更好的优化用户体验 目前竞争队友确实也是做不到那些功能的 所以他们的用户也同样是 比如说如果一旦GPU占用 其他人就无法使用 这是一个体验不好的点 如果完成了这些研发 那就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竞争壁 然后我们的团队 就目前都是中山大学在校的学生 我自己是之前有在学校实验室的科研经验 然后就是平时去自学了 这些相关的容器化 虚拟化等等的技术 但我们CTO目前是同时也在腾讯做一个实习算法研究员 做语音合成相关的 然后CMO是之前在安永实习 谢谢